大家好,之前视频介绍过这个ELENA这个新币的挖矿 现在这个币已经上线了这个去中心化交易所 就是这个sushi.com这个交易所 现在它可以和这个MATIC这个代币进行兑换 这个MATIC这个代币就是Petagon主网下的代币 可以看到它现在我这里显示51个ELENA代币可以换1.33个 这个MATIC核算成人民币的话应该是一毛钱一个ELENA代币 下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进行这个代币的兑换 首先打开这个小狐狸钱包 来到这个ELENA这个主网 之前挖矿挖过这个ELENA代币的朋友应该都添加了这个主网 如果没有添加我们就来到这个ELENA这个官网 它这里有一个添加主网的选项 点击它添加就可以了 现在这个官网旁边 这个添加主网旁边 又多了一个添加EL的token 这个我在discord它这个社区里面好像看到它这个就是一个治理的代币 具体做什么用我不太清楚 咱们也可以把它添加到这个ELENA的主网 然后它本身就会有一个空头 我这是4.8个 我不知道这个数是根据它这个挖矿里面这个ELENA代币的多少分配的 还是其他的 比如之前的ELENA的空头 因为之前的ELENA空头我没有收到 就那个150个代币的空头 我不知道是因为我的钱包 我不知道是因为我的IP有问题 还是它其他什么原因 反正现在就有一个AR的空头 这个添加进去就是可以收到一些代币 但不知道是做什么用 然后上面这就是ELENA这个代币的数量 如果我们要进行兑换 这个主网的ELENA代币是无法转移到这个去中心化这个交易所的 我们要把主网的代币跨链跨到这个Pelagon主网上 变成Pelagon主网的一个代币 然后才能在这个去中心化交易所进行兑换 如果有的朋友小狐狸钱包里没有这个Pelagon主网 那就点击下面的添加网络 然后这底下有一个手动添加网络 然后在这里面要输入Pelagon主网的信息 这个信息我会贴到这个视频说明栏里面 可以看一下这些信息是这个样子 网络名称 新的PRCURL就这些信息 在这里面输完这些信息点击保存就可以了 添加Pelagon主网之后 要添加这个ELENA这个代币 我这是添加好的 要添加选择下面这个添加代币 然后在这里面输入代币的合约地址 代币的合约地址我也会贴到视频说明栏里面 选中合约地址 然后复制 粘贴到这个代币合约地址里面 我已经添加好了 所以这显示代币添加 如果没添加的话 下面会应该自动显示代币符号 还有这个代币的小数的位数 然后添加代币就可以了 添加好这个ELENA代币之后 咱们就可以把这个ELENA这个主网的代币 转移到Pelagon网络上 那如何转移这个代币呢 在这个Discord这个社区里面 这个开发员员在前几天 也就是8月22号 发布了一个这个公告 里面提供了一个这个合约地址 翻译之后大家看一下 这个开发员员写的 我目前正在开发一个Pelagon 和这个ELENA之间传送代币的桥梁 在此期间 任何人都可以将ELENA代币 发送到以下这个地址 就刚才这个合约地址 最少发送100个代币 将在当天结束前收到 这个我是今天上午10点多发送的 在下午五六点钟 可能是大概是五六点钟 收到了这个代币 这个合约地址 我也会贴到视频说明栏里面 咱们复制一下这个合约地址 然后进到小狐狸钱包 在这个ELENA这个主网下操作 点击发送 然后把合约地址 粘贴到里面 稍微等一会儿 然后它会弹出一个发送的一个设置的界面 上面是资产 这是ELENA代币的余额 底下是数额 这里可以输入发送多少代币 它最少要发送100个 我这里输入105 然后底下的设置就不用管它保持默认 应该就可以了 盖子费应该不是很高 可以看到就这些 点击下一步 然后点击确认 这里有一个合约交互代处理 这个稍微等一会儿它就会完成 可以看到现在完成了 然后切换回这个Petagon这个主网 这个Petagon主网要收到这个ELENA这个代币 就是我刚才说的 我这大概等了七八个小时 可能跟发送的时间也有关系 我不知道它这是按时间多少来算 还是按这个一天的周期来算 在Petagon网络上收到这个ELENA代币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到这个去中心化交易所进行兑换 来到交易所的网站 点击这个上面这个swap 然后右上角有个网络 点开它 这个如果不是当前不是Petagon网络 要切换到Petagon网络 然后下面是选择要兑换代币 第一个框输入要卖出的代币 咱们选择这个ELENA 下面这个选择MATIC 然后在这里面输入要卖出ELENA代币 比如我这是51个余额又是51个 点击它 然后就全部 底下就会显示 会兑换成多少个MATIC代币 然后点击下面这个swap进行兑换就可以了 如果是第一次使用这个交易所 它可能这不显示swap 显示一个确认最大金额的一个选项 也是先确认之后再点击兑换就可以了 对于还想挖矿的朋友 咱们再看一下它现在的八况收益 可以看到它现在的全网算力是3.14兆 它这个全网算力现在波动很大 从3兆到6兆之间 我今天看完它在这期间在波动 咱们再看一下它现在的块奖励 每个块奖励9.68个代币 从这个比特币论坛里面可以看到它现在 它现在出块时间是20秒 就是区块奖励公式 按这个公式算 可以得到它这个区块奖励这个数量 它这个公式意思就是区块高度减去1 然后加上这是10万 然后取10的对数 然后被15减去 所以它这个区块奖励的数量 是每个区块都在递减的 但是按照它这个公式应该减的很慢 我们把刚才这些数值输入到之前我视频 提到过这个计算公式的表格里面 这是出块时间20秒 区块奖励9.686个 全网算力 这是我之前看的是4.87兆 就按这个算吧 4870K 然后我的算力是37K 两个7950X CPU的算力 价格是0.1元 然后算出它每天的收益是317个币 换算成人民币是每天是31块多钱 因为它这个全网算力波动很大 所以它这个收益波动应该也挺大 但是按这个收益算 应该是相比其他的币的收益应该还算是高的 对于挖矿软件的设置 可以进到它这个矿池这个getting started这个页面里面 这里都给出了它这个挖矿参数这个配置 一般它现在这个算力也不高 我觉得还是用这个solo挖矿比较好 就底下这个参数 当然前面要加上这个挖矿那个命令 对于如何具体设置这个挖矿软件 可以参考我之前的视频 如果它这个挖矿这个服务器 要改成它现在这个 我之前视频的地址可能跟它这个不太一样 好了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感谢观看